大家好!每次電視機播出有人被水砲射到泡沙 總有人會這樣想 嘩!現在廢青沒鬼用 給點水射一下 濕下身就V哇鬼叫 鬼殺禁嘈 神經病的嗎?水都害怕 那我拿個花沙走出去是不是會被人拉? 不是嘛!花沙可以射死你嗎? 我想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聯想一下究竟可以用來做什麼 叔叔拉雲一身計 比花沙射多過你吃米啦 又不見我會趴在那裡 說得出這些說話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是做官的人?是沒有良心的人? 其實不是 而是那些人沒有讀過Physics的 是啊!滴水又可以穿石 水砲又可以穿石 那就是說水滴滴滴都會跟水砲有一樣的作功work done 即是同樣大家都給那麼多能量Energy出來 但是你怕誰多一點? 在這裡你見到啊 你同樣給那麼多Energy 但是威力可以很不一樣的嘛 所以呢! 我們真的要講到一件事的威力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到功率POWERP這個概念了 就是作功 W除以時間Time T 即是呢! 如果你在越短的時間之內 把那些Energy爆出來呢 你的POWER就越大了 威力也都會越大 相反如果你滴滴仔滴成小 雖然你同樣給了那麼多Energy 但是POWER就會小很多 威力也會小很多 POWER的標準單位呢 是瓦特W 但是我們比較聽得多的是 第二個名字 就是馬力 HORSE POWER 單位是PUT HP 通常講到一些機械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講引擎有多少匹 即是說引擎走得有多快 例如你搭升降機 當你是雲速運動 uniform motion這樣上升 那POWERP就會是W除以T 因為VIRT的定義是W等於FS 所以現在P就會是FS over T 現在F就是拉你上去的力 force 因為雲速uniform velocity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加速到acceleration 即是也都沒有剩力力 所以F會等於向下拉著它的阻力 也就是隔離和離的重力rate 而S over T就是平均速度FH velocity 因為你現在是均速uniform velocity V這樣上升 即是說由頭到尾的V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V就等於S over T 現在POWERP就等於FV 也可以寫V等於P over F 現在你就會看到P和V 是成正比Directly Proportional 即是說你的引擎的功率 POWERP越大 它就可以走得越快 同時間你看到F和V 也都是反比Invertly Proportional 即是說如果阻力越大的話 你的引擎就走得越慢 這條公式就告訴你 原來一個引擎 一個機械 一個車 一個船 一個升降機 一部洗衣機可以走得越多快呢 就在於它的引擎的功率POWERP 和它的阻力F之間的比例 就這樣會掉 nossos結果還會開始了 我們會不會做 dificil 不再找出录像 我們會不會做到 兩顆哪吋太了 我們會不會做到 我們會做到 有機器